如果我有罪 法律会惩罚我 而不是让我看罪恶王冠 然后还被捅刀 大家好 我是心碎大白 上期小吉重拾王之力 集结了昔日葬仪社的力量后 小吉决定对掳走蝶起的牙进行反击 生命净化顺应自然 牙复苏了 就代表他被选中了 不久后 真名会因为净化再次苏醒 神识将这件事告诉了牙 牙苦笑 原来此前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救赎真名 此时 联合国军队已经开始朝24区移动了 蝶起感受到了牙的悲伤 牙一味否认 只说自己多年来的愿望即将实现 随后他转身离开 军舰和飞机开始接近24区 但白雪球卫星还没有行动 此分已了然 牙所为控制了200多枚卫星 不过是虚张声势 真正发动攻击的 是之前他们没能破坏的那颗白雪球 经到那群人分明是在争取时间 小吉等人在岸边备战 这次战斗不仅仅是为了夺回蝶起 如果顺利 说不定能将天启病毒彻底从地球上驱逐 谁能想到半年前 小吉还在思考自己能为世界做点什么 半年后却被簇拥为王 主动踏上了拯救世界的道路 他抱着装备进入咆哮机甲内 灵赖见小吉进来 不再像以往那样抗拒 这段时间他也学会了主动求助 小吉点头将他抱进驾驶舱 他看了一眼灵赖缓缓开口 杀死牙那种肮脏的事情 交给我来做吧 灵赖只要保持干净的活下去就好了 不过小吉还是有些担忧 因为他使用的是灵赖他们的虚空 但灵赖却说自己信任他 才会将自己的虚空交给他来保管 联合国空降兵从天而降 牙抽取了神石 城户和亚丽莎的虚空组成了一柄弓箭 他拉弓释放大量精华箭士 四散在24区周围 瞬间船只地面遭到了大量精华 联合国士兵折损了近87% 京道一声令下 抗体和鬼魂部队受命准备反击 达利鲁被放出禁闭室后 答应了新机甲的试验 主动驾驶鬼魂机甲和藏仪社众人对战 他和副官其实都不太喜欢京道 不过达利鲁回来是因为东 但他并没有告诉副官 随着战斗打响 小机骑上小电饭包 一行人开始朝外界进攻 这时鬼魂发现踪迹 一炮下去 才发现这居然是东制造的人偶 这一发炮弹让东抓住机会 用春夏给他的鬼魂部队后门的钥匙 构架出防御系统 强行停止了鬼魂的攻击 于是联合国部队抓紧机会登陆 另一边 牙看着孩子和夏娃对战的蝶起 痛下决心准备删除蝶起的记忆 随着他抽出蝶起的空洞 回忆构成的蓝色结晶 包裹住少女 上面闪过他和小吉相处的点点滴滴 牙很愧疚 如果不是他唤醒了蝶起 一切的事情都不可能开始 同样也不会结束 蝶起却很感谢牙唤醒了他 如果牙不让他苏醒 就不会有遇见小吉的蝶起 蝶起见证了小吉的懦弱 勇敢 自卑 成长 如今他变得能牺牲自己 去拯救被惊化的他人 小吉的小队一路进入24区内部 蝶起自数 作为一个容器 他在小吉面前 却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喜欢他 此时 属于蝶起的蓝色晶体记忆开始崩塌 牙问蝶起 这就是他对小吉的感情 蝶起已经记不得小吉是谁 牙长叹一声 他是你最爱的人 夏娃的惊化覆盖了蝶起的身体 蝶起用最后的意识浅浅横唱 歌声和远处的小吉产生了共鸣 队伍中 只有小吉能听见那道歌声 他立刻带着队伍 朝声音的方向前进 前方就有高台 可以直接登上楼顶 神识挡在小队面前 单独将小吉拉上了升降台 灵赖春夏等人 不得不绕路寻找登楼的方法 进化还是淘汰 是大自然的选择 神识让小吉选择 是成为王 督促人类进化 还是保护人类维持现状 小吉想也不想地选择了后者 神识摇头 亦是人类意识和自然意识的结合体 选择前者的牙 才是让人类拥有未来的王 神识便打算 剥夺小吉身为王的权利 两人当场在升降台上干起来了 都是用虚空战斗 神识对人类没有半点怜悯 身后一排基层人员 都是他的武器库 小吉手中只有好友们的虚空 好在小吉被磨练出的战斗 并没有落下风 神识不解 夏娃选择了小吉 他不识好歹地拒绝也就算了 现在却为了一个人 造容器如此拼命 小吉怒火中烧 他挥手弹开神识的长刀 蓄力想要抽出神识的虚空 不过这一击并没有成功 见神识抽取了周围所有人的虚空凝聚成炮台 小吉用右手凝聚了精化中抽取的能量 暗红色的光球在他手中膨胀扩大 小吉回答了神识的问题 不管蝶器是不是人造的容器 他在小吉眼里永远都是蝶器 和普通女生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这话是否传到了蝶器耳中 在精化全面覆盖前 他的眼泪成了种子 在属于夏娃的结晶中 绽放出一朵蓝色的水晶花 下方的春夏等人 也被达利鲁所在的鬼魂机甲包围难以突破 小吉击败神时却来晚一步 寄生在蝶器体内的真名复苏 第四次启示录 随着他睁眼的瞬间降临 但紫色的光束瞬间笼罩了整个地球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不安 春夏准备突破重围 登顶支援小吉 然而达利鲁的鬼魂机甲挡在他们跟前 小队不敢轻举妄动 橙户打响了网络反击 他和东之间不相上下的追击 逼迫团队失去指挥 无法继续前进 另一边 真名复苏后 开心地扑到了小吉的怀中 他向小吉撒娇 说蝶器这个人造怪物和他争夺身体 他费了好大的劲 才将蝶器从身体中赶了出去 雷点一个不辣 让他全踩完了 小吉当即推开真名 蝶器从来不是什么怪物 占据他姐姐身体的下巴 才是真正的怪物 好家伙 姐弟俩互相背刺 被再三拒绝的真名恼羞成怒 放话绝对不会原谅小吉 牙伸手扶起了真名 并抽出了真名的虚空 作为骑士 他第一时间挡在了小吉面前 真名则在后方 开启了第四次启示录的共鸣 24区的高台 成了真名的舞台 随着他翩翩起舞的芭蕾 脚尖落到的每一处地图 都有光束从天而降 那时超过失落圣诞节 数十倍基因共鸣 所有人类瞬间被精华封印 无一幸免 就连24区内的普通咆哮机甲 都因为共鸣倒地不起 牙回刀攻击小吉 同时告诉小吉 这才是真正的启示录 人类将抛弃肉体 将机翼储存在结晶中 所谓的虚空 不过是启示录降临前的预兆 达利鲁的机甲通过改装 所以能够在启示录中战斗 灵赖见己方优势被压 立刻跳出赶直链接舱 打算直接用网线直链 东内边和城户打信息战斗的 你死我活 四分一让他先坚持一下 自己则带着枪冲了出去 决战人类未来命运的时刻到了 牙将小吉灌进地里 和神石战斗过的小吉 如今浑身难受 几乎动弹不得 牙失望地准备落下最后一道 这时 蝶起留下的蓝色水晶花复苏 唤醒了小吉 当蝶起灵魂凝聚成小吉手中的长刀时 夏娃的舞蹈僵持在原地 随后蝶起的歌声溢散 惊化停止了传播 达利鲁被实验反噬惨叫出声 城户的系统僵硬了一瞬 这时 四分一找到了他 将其一枪了解 东顺利拿到控制拳 帮助灵赖 链接上了新袍下机甲 局势一下逆转 达利鲁本打算击败东和灵赖 让自己不再被感情所困 然而灵赖和东联手 一拳击穿了他的机甲的核心 荆道见大事已去 春夏正拿着枪质问他是否杀害了周黑 荆道直接给自己注射了精华的药剂 选择自己走上死路 小吉怀中报媚 伤害翻倍 一刀将牙手中的虚空斩断 同时刀刃中伤了牙 随着大剑的破裂 夏娃占据叠起的身体也开始惊化 牙解脱地看向小吉 他的虚空将小吉拽进了淘汰的终点 这就是牙看见的神石所谓的进化后的世界 所有人的记忆被封锁在结晶中 等到淘汰结束 牙作为王也会来到这里 他之前一直恐惧自己被淘汰 才会想着成为王 而在六本目和夏娃同归于尽的时候 他确实希望真鸣能够从悲剧命运中解脱 没想到世界意识要求人类进化 就算真鸣死去 也会在神石的引导下重生 直到完成他注定的命运 也就是第四次启示墨石路 牙抱住失魂落魄的真鸣 所以他决定成为魔王 帮助真鸣开启墨石路 完成他的使命 再由小吉来击败他和真鸣 让真鸣从夏娃的命运中彻底解脱 真鸣的泪水顺着脸庞滑下 牙将拯救蝶起的任务交给了小吉 随后他们在回忆中惊化 被吸纳进小吉的虚空中 然而等小吉回过神 就看见蝶起抱着残败惊化的身体朝他走来 他已经看不见眼前的一切 只是感谢小吉给了他感情和记忆 小吉被重要之人的离去不断逼着成长 他搂知蝶起决定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小吉张开手臂 主动承担起夏娃扩散到全世界的天启病毒 将虚空还给众人的同时 也抽取了他们身上的惊化 整个24区因为小吉的收纳开始结构崩塌 众人不得已撤离 达利鲁被副官救了出去 临走前副官嘱咐达利鲁 如果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次做个好孩子 会长也因为虚空的消失吃了发子弹 一时间所有人的情绪涌入小吉心中 他不再恐惧坦然赴死 然而蝶起的灵魂却再次递给他一解的花绳 这一次小吉接住了 蝶起的灵魂被虚空缠绕 他燃烧了自己最后的生命 将小吉从精华中解救出来 小吉给了蝶起作为人的证明和爱 而蝶起偿还了小吉新的生命 24区摇摇欲坠 阿尔戈将灵魂等人救了出去 所有人都看着那座一切起源的高塔崩塌陷落 天气病毒将化作尘埃 随着崩坏的高塔永远埋入人类的记忆中 数年后东京塔被修复 日本也从慌乱无序的社会恢复了正常 寒川灵魂等人再次相聚 等来的却是双目失明的小吉 退去了少年的青涩和怯懦 现在的小吉正如教条所期待的那般温柔可靠 当年的事情结束后 众人也步入了平常的生活 蝶起的灵魂永远逐留在小吉的心中 他承担了爱人的眼盲 也抱住了爱人的灵魂 《罪恶王冠》是一部时髦值相当之高的作品 诚然它的剧情上有一定的瑕疵 不过作画音乐人设都十分新颖 时隔多年再拿出来看也会有不同的感官 小吉作为男主 在本局中不断被周围人和事逼着一点点成长 初期怯懦和不自信 到最后温柔的选择接受一切 坦然赴死牺牲自己 其实就和在社会上闯荡的普通人一样 从学生进入社会 然后被现实一顿毒打 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带着希望继续前行 但是大白还是要喊一声 择也红枝 永远的神 当然如果剧组能少喂一点刀子就更好了 便当恰得胃疼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胃疼二号机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